你觉得你觉得北京会戒选吗 我跟你讲 这个戒选呢 就是涉及到意愿跟行动两部分 这也是哲学的概念 对不对 你说有没有意愿 当然有意愿了 对不对 因为我讲现在的局势来讲 其实讲起来对北京来讲 非常为难 首先第一点 因为民进党有这个党纲是台独 然后赖兴德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还有这个在台湾的这个整个 施政的校围 让大家发觉九二共识是政治不正确 所以对他来讲 这是第一个 对他来讲的话 这严重的违反到 这个大陆本身的基本立场 这个第一大家可以了解 第二个中美关系 大家都强调 就说美国要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在同时 中国本身来讲的话 就是要尽量以和平统一 作为一个执行的纲理 除非等等等等 所以这个除非的话呢 这个也说明两者之间都愿意 情况下大家都不愿意撕破脸 这个我们可以理解 因为撕破脸的话 对大家都没好处 而且的话呢 这里面所产生的下场 结果是无可预料 也是无法承受的 然后第三点的话呢 大家都非常重视台湾的这一场六天之后的选举 为什么 我跟你讲 七天 七天之后的选举 为什么 因为原因就是 这个选举不是牵涉到台湾 也不止牵涉到两岸 也不只是中美 是全世界的人 因为极有可能会是一个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trigger 极有可能是这种情况下 所以说外国的报道 美国人都写了三篇 对不对 昨天又来了一篇 就是说美国做了很多 做了详细的防范措施 现在物谓言之不愈是美国人的 美国人在讲 对不对 不要怪我没有讲 因为过去大陆方面的 只要人民日报 只要在某一篇评论里面 用到了物谓言之不愈 现在是美国人物谓言之不愈 对就是我已经警告过你了 而且多半就表示呢 我一定会见机旅机 我一定会采取行动的 像美国在警告台湾 你要听得懂 对对对 这个话一模一样 大家就非常惊讶 因为说物谓言之不愈的话 感觉上是中国讲的话 现在变成美国了 你要听得懂 好像也是大陆讲的话 但是其实也是美国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 意愿我觉得一定有 但是实际上的行动 在整个做法上来讲的话 因为就是非常难 首先第一个 很长期时间都是 大陆人都不能够来 再者的话呢 我必须要坦白讲 我必须要坦白讲 有这个意愿的话呢 官方可能有这个意愿 一般老百姓的话 基本上忙自己的生活当中 哪有这种意愿 哪有这种机会来 做这种事情 那官方本身来讲的话 他要能做的事情 各方面能做的事情 就不多 而且我们这边的话 但是我觉得最麻烦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这不是我讲的 黄国昌讲的 就说 不管怎么讲 但是 东共戒选这件事 四个字 不能够拿来 作为民进党 施政 没有任何作为 必按评出的遮羞布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如果你现在机械式的反应 就赖清德啊 拜托拜托 你拿出一点想法来 好不好 对不对 你讲说 我一到学 马上宣布台独 也可以啊 你干什么就讲啊 你不是务实吗 对不对 柯文德审认问他说 你怎么个务实法 你跟我说一下 对不对 我们也都蛮期待这个的 你就是要这样子的 做法上来讲 你于是说 骗啊 骗选票 骗选票之后呢 还没有办法能够真正的解决问题 我觉得现在在这种情况下 尤其是那天我跟那个Rose 在一起做节目 他说调查几个里长 真的蛮好笑的 因为里长他自己都觉得说 层级太低 对不对 现在飘上来的气球 也是借血 这个气球都还没有 都还没有发传单 那你要知道 以色列在加沙上面的气球 丢的传单 那传单下来呢 可能是借血 就是如果你选了什么 我们就什么什么 对不对 英国关系 所以这个就 刚刚你用了很多遍的操作 我就在想 这个操作这个事情 就是说你拿一个东西 为了要实现你下面一个目的 这个叫操作 你的目的什么 目的就是在骗选票 嗯 当然因为 借选的这个概念呢 成为民进党 因为他不能喊台独 所以我说了 就是当喊不出台独呢 这个口号的时候呢 因为会引发轩然大波 虽然我们知道呢 赖清德呢 赖清德的这一次的选选举 其实你要 如果你要支持赖清德 我让你认真想好 就是赖清德的三个 违反 第一个他违宪 第二个他违法 第三个他有违建 好 那他的违法 违宪跟违建的这三违 你只要关注赖清德的三违 赖清德的三违 如果你看得过去 那你就投吧 我当然会有一些的基本盘啊 也有些的死硬派的 这个独派 我管你去死的 我就是要这样子投 我还是 我还是提醒 就是说他对台湾来讲的 有非常高的风险 不要呢 不到黄河心 不死 不见棺材 不掉泪 那个要集体付出的代价呢 对台湾的历史来讲 是空前的 不值得这样子做 对对对 两岸 两岸 两岸关系 不管你的立场 是什么 他终究呢 是要创造一个可以对话的空间 那才是对台湾最有利的 好 那我们在这在看到就是说呢 这个所谓的戒选问题的时候 大陆方面啊 大陆方面 官方啦 官方你可以感觉出来 他表现的很克制 虽然呢 他会他会在这个时候呢 丢出有关于agfa啦 丢的丢出呢 关于就是说呢 这个就是说呢 贸易壁垒的调查啦 这个有 但是这个呢 而且其实早就该做没办法的办法 我说agfa呢 四年前就应该要断了 还拖到现在 可是大陆的这种的民间的情绪啊 对台湾的选举 当然有 有时候是幸灾乐祸啦 有的时候呢 反反反正呢 反反正呢 就是呢 看看台湾的这些呢 闹闹哄哄的 反正呢 也也也也不会呢 心疼 所以呢 普遍呢 在网络上面 你会看到的舆论 都是力挺赖清德 对对 你认为大陆的舆论真的是这样 真的呢 真的希望两岸关系 早一点用诉诸武力的方式解决吗 我跟你讲啊 湘龙 我利用你这个节目的平台啊 说句 绝对不是这回事 嗯 因为什么 对啊 那应该是少数吧 不是 他也绝对不会是少数 嗯 因为什么呢 他是一个流行概念 嗯 就跟就跟前面的费死是一样的 不好意思讲啊 因为什么呢 这个流行概念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啊 挺赖跟费死 对对对 都是搞流行而已 对对对 他对为什么呢 因为大陆挺赖的主要的观念啊 就是说 首先第一个 大陆烦了 就是一般老百姓 我先讲一个最重要的观念 嗯 你知道那个Tito快手啊 或者说什么 什么这些 这些视频本身呢 他出现的民主化的程度啊 嗯 对于上下中级 所有的人都可以看得出来 大陆的民意反映出来 嗯 现在逐渐拿成来当成 他们要施政修改项目的一个重要参考 嗯 这是第一点 这是第一点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意见 然后第二点的话呢 对于我们来讲 要了解大陆的话呢 你知道看他在Tito能够存在多久 嗯 如果一直存在的话呢 那就表示他完全就是立场 嗯 如果说你过度激烈的话呢 所以说呢 这个因为激烈的言论 永远是抓眼球很厉害 但实际上在执行起来 却非常非常面对风险挑战非常大 对不对 这是第二点 我们可以了解到 然后第三点的话呢 我必须要强调 那个有关于前面的作为 就是有的时候 因为现在新的发言人叫陈兵华 他在讲到罗志正的问题的时候 他觉得都很荒唐的 莫名其妙 他都不好意思讲 你算什么东西啊 我们还要为你 还搞成这个样子 讲了一大堆做不出来的 什么deepfake什么的 或者是 他在回应了 五月天 有没有对五月天施压 他还斩钉截铁 但是呢 对罗志正的这个呢 deepfake的问题 他就表现得很不屑了 对因为就是说 你什么都弄到这边来 叫他问 我觉得会问这个问题的人 其实也是有操作的痕迹的了 对不对 因为要至少让你承认什么东西 至少你在谈这个问题 好了 那么我们现在呢 要清楚的了解一下 就是说 整个大陆对于台湾重视的程度 超过我们自己的认知 超过我们的认知 甚至于 美国人可能是清楚的掌握到这个讯息 然后现在这个国际的环境当中的发展的趋势 因为最近在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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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eign Policy里面 就是写了一篇文章 就是讲到说 不管你蔡英文 多么的粗暴的努力啊 不管你威权的努力 但是你的邦交国是13国 是事实 没有错 你自己要了解这个情况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对大陆来讲的话 他有他自己既定的步调 走得非常稳的 一步一步来 你自己感觉到 你能够发展施政的空间越来越小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我就强调说 蓝英文的前任不是讲说 中华民国是什么灾难 是什么东西的 还讲说 我讲错了 其实中华民国先把灾难 蓝英文一点知识都没有啊 因为有中华民国就是有宪法 没有错啊 我就听不到这两句话有不一样 中华民国是灾难 中华民国宪法是灾难 有差别吗 我跟你讲啊 你更荒谬的是 你自己还在选中华民国的总统 对不对 那你现在的话呢 自己所制造出的这个缺点的话 你自己说的是 这个其实讲起来就是一种 我们在哲学中叫做唯民论 就是你唯民称式论 意思也就是说 你强调中华民 就是你刚刚讲的 毕也正名呼的 那唯民论 对对对 他根本叫做毕也歪名呼啊 他根本就完全不证明 但是他里面说出了一个重点 就是说 他有一直不断的拆分 一直不断拆分 让你觉得找到一个中间的空间 可以让你能够接受他们的立场 然后来进行这场选举 那实际上的话呢 大陆现在的立场就是 你一点拆分的道理都没有 一点拆分的机会都没有 九二共识 就是九二共识 至于九二共识里面的内涵 你自己可以稍微 你自己解释嘛 你说嘛 你要不要承认九二共识 九二共识基本上内涵不是问题 所以说基本上就是一个中国嘛 对不对 那时候要承认一个中国 对不对 那然后的话呢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他这个拆分的结果不但不会有效 而且实际上把台湾的空间越压越小 最后 你最后的观念非常正确 就是说 台湾要未来要怎么过 那今天自己要想清楚 嗯 你在你在学校里面教书这么久了 我昨天有谈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像是现在 譬如说赵赵赵康 很努力的去跟年轻人去对话 去沟通 进校园 或者去上一些呢 年轻人比较关注的一些网络节目 你觉得会有用吗 当然有用了 当然有用了 至少至少 至少有20%吧 会用 为什么呢 我始终这不单是台大 我在台湾教过四所大学 嗯 学生呢 基本上呢 有一半的人的话呢 可能是需要学习 啊 就是说他 就学生嘛 受到同裁影响大 但是有独立思考的人的话呢 大概有超过 大概是20% 有独立思考的人 就是他自己会想 啊 想法观点 当然这个想法观点 这20%当中有各种不同的强度 对不对 这我们可以了解 不过我觉得呢 年轻人当中的现在普遍呢 会感觉到呢 就说老人政治他们不喜欢 嗯 然后呢 财阀政治他们不喜欢 啊 然后保守政治他们不喜欢 这从年轻的角度都能理解 对对对 都能理解 我们都年轻过 啊 所以呢 我觉得照他本身来讲的话呢 他虽然老 但他只是讲出来的话不老啊 嗯 对不对 他讲的话不老 他变得年轻啊 他想法不老 对不对 他话也不不老 他年轻人会比较听得爽 什么副总统薪水不领了 然后官邸不住了 通通改成青年住宅 嗯 就这句话就够了 对对对对对你自己有好处啊 那这不是关爱 这不是尊重 这不是造福吗 好这个 然后呢 另外的话 赵刚不保守 他说过 我觉得他不容易 薪水不要 关底不住 嗯 不容易 真的很不容易 因为你把这话先说起来 那个赖皮疗都不拆 嗯 对不对 那还那那还住不住了 对不对 还搞了什么县病去帮他看着 对我还讲 就是他的他的官邸不住 啊 薪水不要 而且董事长不干 对对对 哎 这个三这三部很很厉害啊 这应该不要变成口号啊 大克三维啊 对啊 对不对 对我刚刚讲的 赖庆德就三三维 违法 违宪 违法 违建 跟了跟赵少康的三部 对 这个是很好的 强烈的对比 因为我跟你讲啊 他们怎么都没有想到 我觉得 我们为什么这么聪明呢 不是不是 就是我们是基于股浩然正气 说出一些正当的话 好 这个一点 我跟你讲 大家一天就懂 这种话一天就懂 我们只是一个trigger 把这个话说出来 说的明白一点 我觉得赵少康本身的话 表现出来 而且最重要的 他不刻意 嗯 然后他也没有强调说 因为赵刚的生活 当然应该不错 可是呢 他愿意把钱拿出来 与大家共享 尤其是跟年轻人共享 你说年轻人有没有反应 嗯 对不对 等到话呢 就他们会有点害怕 像我有的时候 我讲一个实际的例子 我讲个实际的例子 当然我不会讲到人民了 但是 我一个学生 他快拿博士了 嗯 我们拿到职位博士 在台湾 基本上就业 在大学教书的可能性是零 不大了 不大了 非常小了 非常小 啊 因为这个 这个 在我们自己这边 那我就跟他讲 我说 你要好好考虑去大陆教书 嗯 然后他说 他就面有难受 我说如果你读的哲学博士 如果你不能够在大学教书 你说的研究能力 都没有机会发挥吗 讲到他心里去啊 他说老师 可是我以前呢 在这个Facebook上 发表一些观点 嗯 可能大陆不会喜欢 我说那没有关系啊 你年轻人呢 对不对 年轻人具有时间 有犯错的资格 你自己可以稍微强调一下 你自己的认知啊 对你的想法 说不定万一 你能够讲出一些道理来 至少的话呢 你可以尝试一下机会 我们现在学生当中 我们台大哲学系 毕业的学生博士 在大陆教书 这可怕是几个 嗯 这是个机会 所以我就要讲 他听了我话以后 他说他要好好想想 嗯 那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啊 赵康康现在基本上 就是用现实问题来回答 而且另外有一点 非常重要 赵康基本上来讲 针对年轻人 他强调说 对于黎智英的问题 对于马英九 他强调说 我比马英九的抗压性强一点 嗯 很多年轻人当早就鼓掌了 嗯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讲起来的话 既是事实 也是说出来年轻人的心声 所以我觉得一定有效 有影响 好 我们刚归纳的三维对三部啊 大家可以认真想一想 赖清德的违宪违法跟违建 赵赵康呢 官邸不住 薪水不领 董事长不干